我认为明道要好一些 更加能够沉得出气 更稳 但是我觉得就是 明道其实我就比较错乱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角色 阿灿是一个就是打手型的一个男孩 他比较野性 但是在明道的这个表演下 他的这个人物设定就比较奇怪 一下就暴露他不是个杀手 他拿枪的姿势都不对 你要这么打枪的话 就把胳膊甩走了 这些动作吧 都是不在他的意识范围之内的 感觉到第一他没有设计 第二他不太懂得舞台语言 这是一个对于角色的 就是他的处理上的问题 那陈若萱呢是比较投入 爆发力也非常强 演得确实是非常好 郭静明导演 在两位演员当中 您更心疑那一位 陈若萱 明道哥有一点吃亏啊 发音的方式 包括台词的方式 是会有一点 对他来讲没有那么公平 如果今天我们演一个 不一样的类型 可能他会更占优势 我还是喜欢看一个演员 就是根本上的 他的这种素质跟实力 明道他是让我 非常相信他这个故事 跟人物的 他更加稳 跟压得住 凯克导演 其实我特别希望 我能站到哪儿去 过来